如果你已經考進樂團,或者樂團收了你的話 或者你是想著考進樂團的話 那我有五個tips給你 你用這五個tips未必可以讓你坐到 去section leader 或者是首席這個位置 但是最低限度呢 是可以去做一個稱職的orchestra player 第一樣,不要只是去練旋律的部分 有時候有些伴奏的部分 其實裏面都有一些隱藏了的難的地方 有時候可能是難在某幾個音 可能是指法上面的難 或者可能有些換言的時候 功法上面的不就手 但是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已經覺得 伴奏的樂團,難極有限 我們不去練 那是一定會後悔 只是想念旋律的地方 都排練的時候就發覺原來 就算算算得多難也好 原來不是真的那麼難 反而伴奏樂團是更加難的 第二樣我自己覺得很重要的 就是帶你自己的圓筆和拆膠 不要指以學校的樂團去提供給你 不要指以你的desk partner去準備 每一個樂手 就算你是吹wind的 就算你是玩percussion的話 在你那個書包在筆袋裡 隨時準備一支圓筆 不是圓心筆,是圓筆 最好深色一點點 挖一點都不要緊 但是圓筆,不要圓心筆 因為很容易斷 把圓筆拆膠放在你的琴袋裡 不會佔你很多位置 如果你有需要記錄東西的時候 你就不用去問你的前後左右 可以借一支圓筆給我 可以借一支插膠給我 隨時準備好 都可以錄得到 第三樣就是 watch and listen 其實眼睛和耳 都是這麼重要的 如果你只是耳靠一樣 你只是去看指揮那個beat 但是你沒有去聽的話 很可能會出現就是 你比其他人快 在樂隊裡面 是真的沒有一個叫絕對的 其實所有東西都是一個compromise 我們怎樣去看 怎樣去看到那個指揮那一刻 和聽到聲音的那一刻 怎樣去決定哪一下才是 最適當的時機去抓呢 這個就是要靠我們的經驗了 但是就不可以 只是去看指揮 這個也是我自己 親身的經歷 我覺得 我有看指揮 我看到他下一個beat 那就是拘捕 但是其他人不拘捕 那不是我錯 那是其他人錯 但是很不幸 在一個樂團裡面 就算 你真的這樣做 是沒有用的 沒有意思 因為是不會有人支持你的 只會別人覺得有沒有搞錯 葉兆熙為什麼你會早了 他們只會這樣說 除了指揮看之外 你也要看其他的項目 看些什麼東西 當你聽不到的時候 你就要看 當你看不到的時候 你就要聽 我想最好的解釋就是這樣 當你聽不到 譬如有時候 你要聽Lower Strings 你明明是要聽到他們的Entry 或者你的Entry 譬如你拉2nd file 你要跟Cello 是同一時間出 但是因為他們的Entry 是很細聲 再加上他們這麼低音 出了 其實跟沒有出 有時候真的很難聽得出 很難分辨到 這個時候你就要看了 你看到他的手動 然後你才可以拉 或者反過來 有什麼情況是你要靠聽 多過看呢 其中一樣就是你看不到 譬如有些Entry 是跟Percussion 或者跟Timpani 在一起的時候 如果你坐2nd file 如果你很熟 Orchestra 的那個位置的話 你知道2nd file 如果我要去看得到 Timpani 你的眼睛起碼要穿透 很多人 要穿透 中提琴 中提琴 Section 可能做Winds 還有 Tuber 然後才能去得到 Timpani 難道你站起來 去裝 看看 Timpani 什麼時候下降 然後才拉 雖然你可以這樣做 但是 你這樣做 又是都會被人罵 當你看不到的時候 你就真的唯有聽 你聽到他下降 然後才可以很放心去拉 你的Entry 我自己還有一個觀察 String players 這件事 其實在留意的能力都是不錯的 比較起Winds的樂手 或者Brass的樂手 我想因為他們多少都是一個 好像Solo那樣的樂器 他們經常會 期望 別人做到一個很適合他們 吹奏的環境 譬如如果他們聽不到 這就是我經常聽到的 就是Winds的樂手 說我聽不到 Violins 他們的Entry 我聽不到 Cello 這個Entry 我經常有個疑問 是否真的聽不到呢 就算聽不到 其實你看都看得到 因為如果你是Winds的樂手 通常你會坐在一個台上 其實你是很清楚 你是看得到左中右的情況 所以如果你聽不到的話 你一定可以看得到 你有很多人可以看 你可以看指揮 你可以看守直 你可以看Second Valley 所以不是一個藉口 不論你是玩什麼樂器都好 這個聽和看的能力 是很重要 如果你是玩Percussion的話 有時候沒有辦法 你真的要像我剛才所說的 你要很誇張 你要去隔起身 或者你要按下身 去裝 去找一些幫到你去入的 幫到你去打的一些section 可能是First Vaolin的principle 或者你知道有些樂手 是可以很肯定 很信得過的 你應該去看他們 所以就不是一個藉口 說我看不到 然後我就停在那裡 所以我只能聽 永遠都是可以 又看 亦都聽到 師傅 你有沒有主動去找出來 我們用眼睛去找那些聲部出來 我們也可以用耳朵去追蹤那些聲部出來 如果你坐在2nd Vaolin最後的desk的inside 我不知道可能這個樂團是一個大的樂團 可能已經有6個desk 6個普台 6、7個普台 是不是代表你坐在第7個desk的inside 就不可以聽到去viola或者double bass呢? No 是視乎你有多想 你會有沒有去看呢? 你有沒有去聽呢? 如果你坐到這麼後 你都仍然可以聽到對面發生了什麼 考考考自己 如果你坐到這麼後 你仍然可以聽到看到對面的話 如果你有一天 有朝一天 你可以坐到上去前面的話 你那個能力是會高到不得了 當你坐在後面的這段時候 是一個訓練 訓練你的眼 訓練你的耳 看看可不可以把一些東西放大 把一些很細聲的音放大 把一些很細的動作的東西放大 我們不需要真的 可能有你的問題就是 我去坐在樂團 那我要去看指揮 我要去看譜 又要去看其他的聲部 那些樂手 我看到這麼多東西的嗎? 我們看東西 不一定是要 那個 眼睛是 向著 看著 才能看到 我們可以眼尾 瞧到 周圍 發生什麼事的 好像 我自己 如果拉 西加高丁 最後 坐最後的話 那我是怎樣呢? 我眼 我是會摸高個頭 少少 我覺得呢 是望指揮 是重要過望奮譜 我會摸高個頭少少 指揮 佔了我眼的六成 然後剩下 四成 裡面呢 兩成看譜 然後兩成呢 是看其他人 你要 在 orchestra裡面 不論你是 什麼聲部都好 小提琴 Winds Tuber 什麼樂器都好 你應該訓練 應該練這個能力出來 欸 2 3 5 5 6 5 5 5 6 5 6 6 6